结果把它完成了 理论上就改两行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说真的改不多 就是把 output row 加 初始值等于2 2的话指的是输出 从哪一个列开始 然后呢 每一次跑完之后 再让它向下追踪 加1 那向下追踪 这一个写法 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未来 在eSale里面 常常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因为你 不是比如说你把它放进去之后 你要知道最下面在哪个位置 那你就用向下追踪 加 有没有 这个有点像Ctrl向下 所以 等于类比一下 就是游标放在g1 按下Ctrl向下 然后点row的话就是知道 请你告诉我它在哪一列的数字 它会告诉你数字结果 那你要往下放就加1 所以这个写法很重要 以后呢 应该还会常常出现吧 像我蛮喜欢这样写的 反正呢 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套用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说真的这一招 可以用在蛮多地方上面都适用的 OK 好 那写完 改完之后的话呢 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当然如果你要让challby 帮你修正 它应该也会帮你修正 只是说 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呢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结果 我们的资料在g2 Ctrl shift向下 到g的141嘛 那切到统计的比数之后 我们需要去统计 所以呢 我怎么知道g2到g141 里面这个选取函数进阶应用的有几笔 OK 当然呢 你以前不会怎么办 难不成你慢慢算吗 顶多说 不然你说老师 我知道我以前都是把他排序一下 排在一起 那我就知道几笔了 我就算了 可是问题你怕一序乱掉了 你要再把他排回来 对 很麻烦 这个其实也可以 OK 我说老师我都是排序完 然后慢慢算 OK 我是觉得 如果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conif 所以conif这个函数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会conif的话 你应该很多事情会做不出来 不过这个conif 它是在统计的函数里面 因为要算它的数量 所以在统计里面 统计里面 有一个叫conif conif函数 这一个 那顾名思义啦 con是算数量 算几个 几笔 一幅是条件 所以你需要给它两个东西 一个是哪个范围里面的什么条件 范围的话呢 那就切到前面这里 然后呢 游标先放在G2 ctrl shift向下 记得哦 当然你可以用这样拉啦 不过我不太推荐 我建议你用ctrl shift向下 先G2 ctrl shift向下 好 那记得哦 因为等一下呢 这个范围会向下填满 那范围不能动嘛 所以呢 请你在 G2的2 跟G141 前面加前的符号 不然你等一下向下填满 它就会帮你加1 范围又错了 G2变G3 然后又变142不对 范围就跑掉了 所以 选完之后呢 直接加前的符号 当然如果你不想加前的符号 你可以定义那个范围 这个 不过我是觉得先这样做 那条件就是这一个 击数进阶应用 按确定 好 那就跑出了 向下填满 应该就OK了 有没有 就算出了 可是你说老师不对啊 为什么这边好像VBA解说 它是零比 好像刚刚有VBA解说 有耶 这边有啊 有没有 这边也有啊 为什么 它没有出现 其实不少的各位 有没有发现有问题 就是它是比对嘛 而且是比对全部哦 那你有没有看出 有没有什么 哪里不一样 哪里有错呢 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好像前面这边 有个小小的空白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出来 有没有 所以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 空白 因为它是前面的是没空白 这边是有空白 没空白的有空白 就不一样哦 这麻烦 对哦 都一样 那怎么解 其实解的方法大概有几个 要不你就把这个什么 这个空白拿掉 Delete掉 然后你打勾一下 你会发现哦 哎 对了耶 有没有 但是你说是这个地方好多空白啊 如果假设很多空白 你懒得自己一个慢慢删 那你全部把它删就OK 可是如果你不想删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哦 你直接 哎 取代也可以啦 取代也可以啦 如果你假设说我不想要 因为如果很多 然后而且不知道哪个地方又有很多空白的话 那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你直接在 这一个A2的这个公式 这边公式这边有没有 A2的地方啊 A2指的就是它的条件 那你会发现如果假设我今天游标是在这里的话 就是B3的地方哦 你会发现它得到的就是这边有个空格 0 对不对 那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你直接 有一个函数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用过 就是可以去除前后的空白 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名称 插入函数里面有一个文字类的函数 它可以帮你去除前后空白哦 那个函数叫trim 有没有这个trim 这个trim的话呢 就帮你删除文字字串当中多余的空白 那所谓的多余的话就是指的是前后 或者是字跟字中间 不过这个是英文字也会适用 所以英文字跟字中间是有空白 它不会删掉 可是一个空白 如果它有两个空白 它会帮你删掉多余的 OK 不过这里的话 我们主要是用它删除前后 OK 所以其实 如果你这一题来看 我们可以在公式里面 做一件事 就是在A2前面加一个trim就可以了 trim 前刮符 加一个后刮符 也就是在公式里面 把多余的空白拿掉 这还蛮常用到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奇怪 就是有人很很习惯就是 不管是开始 或结束 就会先给你按个空白 有没有 常常 奇怪 尾巴为什么多一个空白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打字打字 习惯打完按个空白 OK 可能以前那年代 按确定 好 你会发现下下填码 就OK了 什么事都不用做 trim它一下就好了 所以 这个地方 我想比较 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直接在公式里面trim一下就好了 OK 其他当然有别的解法 只是说你可能就是 挑一个比较简单的吧 取代也是可以 OK 好 那这样就最后做出来之后 你会 哇 图表就跑出 这个图表其实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预先插入一个直条图 放在这边 那来 它的资料来源的话 实际上 按右键 这个选取资料 它预先就已经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了 OK 所以它会跟着这个资料而去变动 OK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这一题 你可以看出来 所以 假设Google的表单可以取得资料 但是问题你得到的Google试算表 它会变成说这个资料 它会 你要自己去切割 它不会自己帮你切割 OK 所以变成说呢 这个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公式没办法 所以只能用VBA程式 所以把这个程式写完 记得刚刚有两段 所以刚刚这一题就是这一段 跟这一段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跳到这一段 当然可以 只是如果你直接跳到这一段 我怕你这个过程不太知道 所以我建议 当你还不够熟悉的时候 建议还是按部就班 慢慢来 先一个OK之后才可以全部 你千万不要急 我怕很多同学很急想要赶快做出来 没错 大家都想要赶快 可是问题你那个跳太快 变成你会出现错误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因为太多问题 不知道哪个环节是问题所在 所以建议是按部就班 两个阶段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利用个公式 把这一个 conif 刚刚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conif 一个是trim 这两个 然后就把结果给做完 做完之后呢 那请各位把它另存新档 一样哦 因为里面有VBA 所以启用具体的活业部 把它上传 把它OK之后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关起来之后 交到云端哦 交的方法我示范也是给各位看 第一个的话你先到 我们这个云端上 开启作业上传 按右键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学号加姓名 然后呢 就直接在按右键 我喜欢按右键 把它找到档案上传 不过上传之前哦 我是建议一定要记得哦 这个地方齿轮 一定要正确的哦 我先做个错误版 因为如果假设你错误 你一看就知道了 假设你是打勾的哦 然后呢 这是错误哦 把它上传一下 那我的 档案是放在桌面 桌面这里 OK 刚刚有做了一个 其实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以修正日期 有没有 修改日期 它第一个就是了 然后把这个上传 好 那你会发现哦 它上传的时候 这边是X 有没有 是Excel 可是呢 你说 哎 因为我刚有打勾对 设定的打勾 这个是错误的哦 如果假设你看图示哦 这个是对的 这个就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上传之后 因为我刚刚有打勾 所以它会自己转成 Google 试算表 那如果假设你Google 试算表 虽然它的副档名一样哦 可是如果你假设把它下载 你会发现哦 你的你的那个试算表里面哦 它就不会有什么 有那个 就是 有没有 这个地方把它启用编辑 我把它重新下载嘛 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因为我刚刚这个还没关 我先把旧的那个关掉 再把它关掉 那你会发现你的BBA呢 就会不见了 有没有 里面就不见了 没东西 OK 为什么 因为它上传之后 转换就把它删掉了 所以哦 正确版是这样 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记得先检查一下 这边有没有打勾 叫将上传的档案 转换成 这个记得一定不能打勾哦 不能打勾之后再上传一次 那这个就把它移除了 这个就移到垃圾桶 OK 先复养 两个比较一下 上传 再一次哦 这正确版 有没有 它先传是Excel 上来的话也是Excel 有没有 所以你看图就知道了 先看一下 OK 以后你们如果假设要备份到 Google市场表也会有这个问题 记得哦 如果你要把Excel 你有写的程式上去 那你如果没改哦 你等于是你的程式也全部消失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啊 按摩